孩子缺乏安全感要怎么办呢? 孩子黏人,然后不能自己玩 还有该怎么样管教孩子定规矩 今天我们请到一个爱跟规矩的专家 我觉得他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欢迎罗宝宏老师 黄文哲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罗宝宏 太棒了 罗老师今天我就刚才在发预告的时候 我就说我今天一定把它拗好拗满 今天要回答所有的问题 好 中午趁吃饭的时候 你的小朋友啊 譬如说你觉得你的孩子很敏感的 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建立安全感的 不知道你到底要怎么样跟他连结 你到底要怎么样跟他连结呢? 然后他情绪起伏很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然后呢你觉得 我想要对他定规矩 可是你有时候又发现 孩子不让你定规矩啊 情绪会很多的 今天啊从 今天要从外太空聊到行天宫 好 没问题 再从行天宫再聊些外太空 好 零到六岁 零到六岁 今天呢 我觉得我们要带来很棒的绘本 爸爸我不要踢足球 妈妈你还爱我吗 你们买了吗 今天博客还六六折哦 要赶快去买哦 这是一个情绪绘本 我常常在讲 情绪绘本为什么我很推荐 因为呢 除了让孩子看得很开心 我觉得宝宏老师最好就是很安心 谢谢 这是你真的是你的代名词 谢谢 很安心 让孩子安定 让父母安定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唯有安定跟安心以后 你执行的教养策略才会成功 没错 对 才会教得有效 所以有的时候呢 功欲善其事必先立其器 我们要有好的教材 没错 而且里面还有教养心练习 总共20条 可以帮助他们看完故事事后 把安定的方法落实下去哦 这个太厉害了 宝宏老师刚才讲的就是 后面的教养心练习 刚才聊到 对刚才聊到 这个教养心练习里面 其实就是在这一本书里面 你先带着孩子看 你有三个步骤 家长先看 家长先看 再来 再来第二个 陪着孩子一起阅读 没错 接下来一起讨论 没错 再来进行教养心练习 没错 自己一个人在把功夫练好 练好再来对孩子 真的 所以这个叫做教养童书 对不对 没错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的教材 真的非常非常棒 大家可以上博客来 今天六六折 你不买错过了就没有了 是不是只有一天 对 只有一天 趕快上去 你们真的很残忍 只有一天 对啊 不管你在上班的 在家里面带孩子的 只要孩子有零到六岁 那我推荐这一本书 好 谢谢保宏老师让我推荐 我好荣幸 谢谢你 谢谢你 没有 因为这本书我看完以后 我自己就非常非常喜欢 我也读给我自己的孩子听 我自己的孩子还会去翻这个 爸爸我不要踢足球这一本 我就是让男生比较喜欢 真的 真的 因为第一个议题对了嘛 对 然后第二个是常常会遇到的那个情境 没错 待会再跟大家来分享 好 来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问保宏老师的先来问一下 我们今天主要要来谈的啊 就是安全感要怎么样建立啊 每一个年纪的孩子好像都有安全感的问题 然后有一些孩子很敏感 好 保宏老师你有没有遇过 来问你的爸爸妈妈 然后呢 他说小朋友很没有安全感的 有 几岁 大概两岁以下 两岁以下 婴幼儿时期 没错 今天就要来讲这个重点 对啊 来现场有没有爸妈妈是两岁以下的 然后你们觉得 零到两岁的宝宝好像很没有安全感耶 那常常都要妈咪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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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觉得常常没有安全感的几种 我们先列出来 然后等一下请保宏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第一个年人 第二个爱哭 第三个情绪很敏感 没错 我想在宝宝时期的话 大概就是这几种啦 尤其是两岁以下 因为有些家长可能有些 关于孩子的内在发展需求 关于环境下注意的因素没有注意到 所以很容易会造就一个没有安全感的 今天我们会详细的来讲一下 OK好 那所以这是零到两岁 你的孩子有没有这种现象呢 因为有些人不知道说 什么样叫做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特质 所以王老师呢 先在这边的话先秀一下 在三到四岁的孩子没有安全感的 拒绝大人 对 拒绝大人 没错 没错 爸爸我不要踢足球 对 我不要踢足球 我不要不要不要 很多东西不要 其实你知道吗 这是没有安全感的特征 好再来另外一个是什么 情绪起伏大 情绪起伏大了 这是一定的 对啊三四岁 还没见过一个情绪很稳定的 对 但是我觉得爸妈想要问的是 起伏很大 对 常常就是莫名其妙就开始发脾气 没错 然后妈妈们想要问的就是 我明明就对他那么好 为什么他生气的对象都是我 没错 我觉得宝宏老师等一下 来帮我们讲一下 连结这件事情 没错 如何跟孩子的情绪连结 好 那宝宏老师的专业就是 他就是在很多很多 比如说阿德勒啊 莎提尔 蒙特索利斯 莎提尔 等等这些东西的 很专精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请教他 再来 五到六岁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常常我回答很多的问题 就这两种 一种不敢尝试 不敢尝试 对 我觉得跟猩猩有点像 有点 他一直在问妈妈 就是妈妈你还爱我吗 那本书里面的猩猩 你去翻一下 真的很好看 他一直在问妈妈说 我这样做你会爱我吗 我如果犯错你会爱我吗 我如果变成一只大怪兽 你会爱我吗 真的这样 觉得大人不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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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些大人就说 我真的已经掏心掏肺的 在照顾他 在爱他了 为什么他还是有这种归属感 价值感低落的问题呢 到底问题在哪里 你讲到那个归属感 真是讲得太好了 对啊 在过去我们的教长直播都没讲 我就是要等让罗老师来讲 谢谢 真的 因为正向情绪 我昨天晚上稍微帮罗老师啊 我们这一集整理了一个小重点 正向情绪里面啊 有四个大脑的极数很重要 血清素 脑透明 然后催产素 然后呢 脑内飞 然后还有多巴胺 我们今天要谈的 没有安全感 然后呢 就是老师刚才讲的那个归属感 对 就在于催产素 对 人与人的连结 对 在阿德勒里面的4CS里面也有讲到 对 连结 connect 就是怎么样连结 怎么样有安全感 然后呢 怎么样会有这种很信任的这种感觉 甚至跟婴幼儿时期的依附关系等等都有 都有关系 有非常有 我们今天等一下0-22就会讲到 对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耶 对 然后我觉得要增加催产素 要增加连结 我觉得 父母跟孩子要有一些信任的举动 没错 亲密的接触 没错 尤其是0-2岁 对 关键还在0-1岁 对 那我觉得这里面 在妈妈你还爱我妈那一本绘本里面 就有做到这两点 对 你去看看欣欣的妈妈 对 她的对话 尤其是看看欣欣 我觉得这个作者画的时候画得很棒 她的动作她的表情都充分表现出一个理想妈妈 她可以有的身体语言 她可以有的口说语言 所以真的很值得推荐 我觉得你一定修正了很多次 谢谢 真的 我觉得在内容跟这些情绪的对应里面 包红老师是跟我一样非常认真的人 对 因为这里面的每一个表情 是不是有信任的举动 没有到位 对 然后接下来 对 孩子的情绪反应会是什么 没错 对 我觉得真的都是很日常诶 像爸爸我不要踢足球 跟妈妈你还爱我吗 这两本书里面 我觉得真的都是我们的日常诶 真的都是 这个是我儿子真实的故事 真的啊 真的 早上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在那边环壁吧 就在那边欢欢欢欢欢 然后上车的时候呢 又不高兴结果去到就是我不要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就是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这样 你不要觉得好像 那这些教育的老师啊 家里面都不会遇到 不会不会 我觉得都会遇到 我们都一定有遇到 对啊对啊 都一定是这样 所以我们常常在跟很多爸妈妈讲说 你先不用担心 如果这是一个常态 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 就会这样 对 包红老师你小朋友几岁 我的小朋友现在小三了 跟你的差不多 对啊 八岁九岁了 对不对 但是还是有他的问题啊 那还是有他们 就是需要跟他们再进一步 连结的这些地方 没错 孩子在成长就一定会有 这个阶段里面该有的问题 所以爸爸妈妈 你们遇到很多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遇过 很多父母都遇过 那只要我们呢 有一些过来的人 可以提点一下 我想你们方法懂了 走的路就对了 嗯好 大树老师是不是 大树老师讲得很好啊 大树老师说大人自己要有安全感 才能给孩子安全感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 有时候我们刚看到那个 王老师你那个大脑的那个图 有时候连大人的多巴胺都不足 对啊 那更没有办法让自己 有催行术的这种能力 跟孩子的连结 所以这个部分等一下 我们也会讲到 对好 那我们就先来讲 零到两岁 好 那我们就 我觉得刚才大树老师 讲得很好 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零到两岁的孩子 他没有安全感 他除了我们知道的生理的部分 宝宝的生理那一部分的话 就是 就是 他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其实 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但是我相信王老师是知道的 在婴儿刚诞生的时候 妈妈跟孩子 这个上天的造物者 就已经让两个人同时 内心都会分泌 催产素 Oxytocin 对 所以这个上天的安排 是要让彼此产生连结 在这个连结里面 彼此能够回应到彼此的生理 跟心理上的需求 来产生一个 对孩子很好的一个 来到这个事件的一个安全感的 但是往往出现 这问题在哪里呢 我分三个阶段来说 第一个是零到两个月 对 在摩托苏列教育里面 会称为共生期 共生期 零到两个月 在彼此都有着催产素的同时 如果妈妈在这个时候 能够是成为孩子的主要照顾者 而不是透过他人的手 对 那这样的话 一个刚生了孩子的一个女人 她就会开始进入自己妈妈的角色 了解 同时也因为彼此有着催产素 那孩子跟母亲之间的彼此的一个感受 会特别敏锐 妈妈更是能够觉察到孩子的哭 孩子的闹 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 所以有一些妈妈常跟我分享的就是 她带来这个孩子 从出生到三个月 孩子哭生是什么 她大概就知道孩子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因为有着催产素 彼此去刺激内心 来去达到连结的效果 但是如果说 妈妈在这个时间 就是听一般传统的人说 你做月子要做好 然后孩子都是交给他人之手来照顾的话 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 第一 孩子内心的催产素 要有一个对象 她找不到那个最需要的对象 那妈妈也因为没有照顾这个孩子 可能会有一些产后忧郁的问题出现 那最终就会变成 妈妈本身失去了一个她想照顾的孩子 孩子失去了一个 她很需要照顾她的那个妈妈 因此双双都变得安全感比较低 那怎么办 我要先谈大人 因为我觉得罗老师最擅长的就是谈大人的安定 对 那在这种婴幼儿时期的妈妈 可能前面的时候是有幸福感 对啦 一开始的时候在追奶 或者是什么 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对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 当孩子哭闹不休 或者是因为那个年龄的婴幼儿 还不太会讲话 大人的幸福感开始越来越低 这个时候怎么样让自己就是变成是可以 可以有安定的感觉 跟可以有这种就是安全感 通常来讲一个妈妈 她要就是进入到 刚刚王老师你说的 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情绪 越来越低落的时期 通常是六个月之后 因为在催情数的影响之下 零到六个月的妈妈 通常都是充满着爱 通满着使命感 而且就算是两三个小时都不累的 是 对 然后睡个两三个小时 挤完奶了 哎 孩子哭了 又再起来喂奶 对 所以在六个月以前 很磨人耶 对 听完就是很累耶 对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爱我们的妈妈 真的啊 那但是在六个月之后 随着孩子就是跟母体的催情数 慢慢慢慢地降低了 孩子的动作发展越来越大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了 六个月之后的基本哭闹 跟孩子在零到六个月里面的哭闹不一样 嗯 零到六个月的孩子哭闹 主要都是生理上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尿尿啦 便便啦 肚子痛啦 他不会表达 所以他会有情绪 但是随着孩子慢慢到越来越大的时候 有需求了 更多需求了 对 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对外在的刺激 会更有一个被满足的需求 这个就是王老师常说的发展需求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要去了解 孩子有些什么样的发展需求 比如说他有探索环境的需求啊 他有感官刺激的需求啊 他有独立发展的需求啊 他有动作发展的需求啊 这些如果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那我们每天就是给他喝饱饱 对 然后喝饱之后呢 就学老人家说 喝饱饱就是要躺躺睡觉哦 这样老人家才会有空 对啊 对那如果都是只有这样的话 那孩子内在需求没有被满足 就会常常哭 大人就会觉得 你为什么都不睡觉 你为什么都不能够安稳 你为什么哭完 喝完内内之后 就不能够好好的躺着呢 这个已经两个都乱掉了 没错 这个就是大人跟孩子两个都乱掉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 然后长期在这种循环里面的时候 就会开始越来越忧郁 这个时候就要找王老师的 那个之前的一些 一些影片来看说 到底零到一岁的孩子 有些什么内在发展 对 你看像卢老师 刚才你看零淑然妈妈问的很好 对 一岁多的孩子不管什么都要用喊叫的 然后已经抱着他了 他还是要抓着衣领没有安全感 嘿 有些妈妈就会问说 我都已经全职的陪他了 对 为什么他还是好像很多东西的时候 都不敢去探索 不敢去尝试 零到两岁不是应该要好奇这个世界吗 零到两岁不是应该要很喜欢玩吗 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是这么的没有安全感 你觉得这个要怎么样 那这个要注意了 我们刚刚讲主要就是零到两个月 跟零到六个月 对 一岁多了 对 在六个月到十二个月的时候 还有一个时间 是安全感建立的关键 是 在六到十个月里面呢 在蒙特朗利教育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客体化的过程 就是孩子会藉由外在的东西 藉由身体的接触来去感受到有一个主体的存在 那在这个时候他会慢慢发现 原来自己的身体有着影响外在世界的能力 比如说 他的手碰到这个 他就会发现会摇 所以孩子会在那个时间常常会重复一些动作 会常常一些重复一些动作 但是那个时候也伴随而来的就是有一个所谓的陌生人焦虑 陌生人焦虑 为什么孩子到了六到十个月的时候 本来之前的那个走礼 大家抱他都很OK 突然间在那个时间没有办法 这就是分离焦虑 对不对 一来是因为感觉到 离开妈妈开始认得妈妈了 对 二来就是因为孩子会发现自己有身体 自己能够有影响世界的能力 但是他们的力量 远比外在的那些大人弱 所以看到一些不是主要照顾者 主要照顾者的人会感到 陌生的焦虑 对 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台湾有一个习惯就是 孩子不爱吃菜 你就越给他多菜让他吃习惯 孩子不习惯抱 你就要给他抱的越多让他习惯 这个时候最容易造就孩子没有安全 就是想要训练 没错 我觉得老师在这两本书里面 训练 就是你最多看到的就是说 以爱为基础 没错 然后以爱为出发点跟对话 那我们不是说什么东西都用爱这件事情而已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看看老师的书 在这两本书里面 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去引导的话 你可以发现自然而然就可以 让他听话 然后自然而然他会觉得他有安全感 对 爱跟方法连结起来 就是安定教育里面讲的先连结感情 再来处理事件帮助孩子的话 孩子感觉到你的爱了 不会再害怕了 有了安全感跟归属感了 你再给他一些方法去做一些事情 他的内心就会有力量去跨越一些 对 好 那刚刚我们讲的 再来是三到四岁的孩子 对 现场有没有三到四岁孩子的爸爸妈妈 你们有没有遇到孩子情绪起伏很大 还有拒绝 开始说不要 对啊 我们讲说两岁的时候是terrible to trouble to等等 开始说不要 但是你知道吗 很多爸爸妈妈期待三岁哦 是下去了 不要了 三十五岁就好了吗 没有 这个很糟 为什么 为什么三四岁的 老师你设定那个 爸爸我不要踢足球 我不要 这个 这里面的层层大概是几岁 大概是四五岁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OK 那这个孩子他本身是因为害怕 害怕 有一些旧经验让他对那个事件产生了恐惧 所以他不想做 但是一般孩子通常到了四岁左右 我之前听王老师的直播也有说 好像进入了第二个叛逆期一样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三岁过后 当孩子已经确立了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之后 其实我们大人就要注意 不要再像零到三岁这样 常常都给他指令句命令句 对不要直接告诉他要怎么做 对 零到三岁无可护非 因为他什么都不懂 但是三四岁了 慢慢越来越大了 如果你常常都用指令句告诉他 加个请加个谢谢 请你现在去那里 帮我现在把衣服折好 谢谢 请你 你加个请跟谢谢其实还是命令句 只是有礼貌的命令句 做很多事 也是命令句 他也会觉得自己 没有价值感 对 没有归属感 为什么我常常都要听你的 我觉得我很不舒服 孩子到了三岁半四岁过后 他要的是一个尊重 跟你给予他一些有限的选择 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在书里面 会提醒大家的就是 我们把命令句 轻轻的把它改为一个 启发式文句 来我们来练习一下 我们来练习一下 四岁半 Jesica你说 你四岁半的还是一不顺心就生气 我们就来练在这里面 层层的这个情境 爸爸请他去踢足球 那当然前面还有要出门的 他说要穿衣服啊 不穿的跑来跑去啊 好我们先从踢足球那边 爸爸跟他说 来我们要去踢足球 好那我就演层层 我演层层 然后你跟我讲说要踢足球 来 晨晨我们来踢足球了 走吧 不要 啊怎么不要 我们都来到了 快点 我不要啦 爸爸我不要啦 你不要强迫我啦 这个时候大人就要开始去觉察 这个孩子的情绪 孩子的情绪是事出必有因的 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情绪 直接把我们的期待压在他身上的话 往往会出现更糟的情绪 好我们来演一个NG的 从刚才那边开始接 对对对 还没有一般的爸妈妈妈 我绝对没有结束 那我演那个NG的爸爸 对NG的 好来 我不要啦 爸爸你不要强迫我啦 什么强迫呢 爸爸跟你付了很多钱来这里的人 你怎么搞的 快点来来来 我不要啦 你听不懂你很烦 我讨厌爸爸 你这样讲话很没礼貌 我要警告你 如果你再这样的话 等一下爸爸下课之后 就不带你去买冰淇淋 你也没礼貌啊 这时候开始犯错了 因为态度不好 然后触碰到爸爸内心脆弱的冰山了 很多人会说 老师你那演的应该是六七岁吧 No 现在四五岁就已经会这样了 四五岁就会了 来 如果你觉得真的是四五岁就可以讲出这些的 你也没礼貌 你很坏 你还不太 我讨厌你 我不喜欢你 你觉得有这些的你就来按 按一下符号 真的是这样 好 刚刚就是NG的嘛 好 那我们都知道不要这样 但是我们会不小心落到这种 这种就是针锋相对 像就是在这一本书里面 就有在教你怎么样不针锋相对 没错 我要罗老师稍微跟我们提点一下 是的 到底我们要开始NG了以后 我们现在是要捏自己的大腿咧 还是要抓自己的头发 告诉我之后 忍住忍住 这是我生的 这是我生的 对 还是我要做什么功夫 是 还是我平常就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训练 没错 让我不要跟着孩子的情绪起伏 没错 因为不要跟着孩子的情绪起伏 好像我们都知道 对 可是我们做不到 没错 王老师说得很好 我们会跟着孩子的情绪起伏 控制不了 是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跟自己的情绪起伏 跟着他跑控制不了 所以我们唯有能够透过常做静心练习 来去对内心情绪升起的觉察之后 你唯有看到情绪在跑来跑去 你才有办法让自己静下来 并且安抚这个情绪 所以平常的时候就要做进行练习 每天都做两三个小时 超棒的 我跟你讲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的差别 对 每一天都做两三个小时 或许你说我要上班我没有时间 但我觉得老师是不用太长 我最近提出了一个安定教养 一日九次一次一分钟的进行方法 一次一分钟 一次一分钟 很简单 你可以做什么呢 在每天九次里面 我跟大家说哪九次 三餐之前各一次三次 早上起来一次睡前一次 上午上班之前准备上班 比如说你来到这边准备上班一次 上午结束准备吃饭前一次 下午上班前一次 下午结束前一次 一日九次 这九个九次里面你每次一分钟 你做的时间 做的事情就是像我的三内情绪 急救宝里面一样 做一个深呼吸 吐气的时候先感觉自己的身体放松 脑袋里面有没有想孩子 要注意 在这个静心的时间里面 我们对我们脑袋里面任何的思想都 不评论 不分析 不解释 专注在身体的感受 跟内心的情绪里面去陪伴他 在陪伴的时候 如果脑袋有事情想出来 甚至是你刚刚因为是被孩子气到生气了 当你做3A情绪急救的时候 对你心里面的想法 不评论 我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 叫做3A情绪急救法 大家仔细心 这个叫做3A情绪急救法 就自己 然后也就自己跟孩子的连结 所以在那个爸爸 我不要踢足球里面 那个爸爸 其实那个就是我 我在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跟他说 你这样子怎么搞的人 然后他就说 我讨厌爸爸 我就生气 都这样啊 我讨厌爸爸 我坐下来之后 我觉察到自己在生气了 我就做3A情绪急救 停下来 深呼吸第一件事情 吐气的时候告诉自己 我感觉到自己的生气了 你开始觉察到了 第二个 深呼吸 吐气的时候告诉自己 我承认自己的生气 那你就不会逃避他 对 第三个深呼吸在吐气的时候 我告诉自己 我是允许自己生气的 然后再记住 当你在允许自己生气 我要陪伴自己的生气的时候 你的脑袋里面如果要动 轻轻地提醒自己 不评论 不分析 不解释 你的脑袋如果一直在想 刚刚我是因为这样生气的 都是我儿子这样 可能你想一想 静心一下 你就跑去扁你的孩子了 所以 对啊 就会更激烈的情绪 所以我们有听过 有一些静心的老师 就说 专注在自己的感受里面 意思就是 当你在专心做深呼吸 陪伴自己的身体的感觉 内心的感受的时候 脑袋一定会有一些 各种的念头的 但是 不评论他 不去解释他 不去解释他 先专注在你的身心感受里面 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 大脑皮层的前额叶 就有办法调节性人和的情绪 那需要的时间大概是90秒 换句话说 就是10个深呼吸 通常我们这一波情绪过了之后 我们因为有做3A 10次的深呼吸 10次的深呼吸 对 一次的深呼吸 比如说我们试试看 深呼吸 然后都不要想孩子 都先不要想孩子 先专注在自己的身心感受里面 因为大家都在想说 为什么你都不听我的 为什么你都不听我的 我到底该怎么教你才会听我的 对啊 然后会想到自己很挫折 跟自己很无助 会 我为什么 我下班了以后 然后呢 这样匆匆忙忙的 对啊 要帮你带个便当回来 或者是要回来煮菜 结果我叫你去洗澡呢 结果你还在那边跟我讲说 我不要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没错 我自己在没有进心之前 到现在进心了好几年之后 我发现的就是 我的命令句越来越少 甚至我会感受到 我好好地跟孩子讲一讲 他就会接受 那原因是在哪里 就是我 刚刚王老师也有说到 就是我跟孩子之间 已经有了连结了 那这个连结 最重要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我们大人自己 也能够跟自己的感受连结 当你能够感受到自己身心 你就会对孩子的情绪感同身受 这个就是所谓的连结了 那比如说 我们要不要演 刚刚你生气的那个样子 我来演一个 一个比较跟孩子 有连结的正确 好OK来 我冲到底喔 我冲到底 才像孩子啊 对啊 我不要 怎么不要呢 你不是 刚刚就是说要来踢足球吗 我不要 爸爸你不要强迫我 我讨厌你啊 那这个时候或许我会感受到我的浮躁 我会先停下来 那孩子也会觉察到我停下来 对不对 你 你为什么不骂我 孩子啊 爸爸刚刚刚听到你说讨厌我 我感觉他有点难过 但是我在想 可是我不要啊 你不要对不对 对啊 我就是不要啊 我了解 你不想要踢足球是吗 我不要踢足球啊 我一直跟你说我不要踢足球啊 了解 你跟妈妈都一直逼我 嗯 爸爸前两次看到你踢得很高兴耶 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了 那是之前嘛 我今天不要啊 你今天有遇到些什么事情 让你不想要吗 我不知道啊 我就是不要啊 如果不要没关系 那我们先坐在旁边 好不好 嗯 好 爸爸不逼你 因为爸爸希望你快乐 嗯 但是我会希望你诚实 很诚 如果你有遇到些什么困难 爸爸会希望你告诉我 因为我很在乎你 我会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教练很凶啊 教练很凶哦 他有对你凶吗 他对大家都很凶啊 真的哦 所以你会很害怕他 对不对 嗯 他如果骂别人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很害怕 是吗 嗯 他骂过你吗 我觉得他在骂我啊 你那个时候是不是 感觉到很难过 嗯 是哦 爸爸不知道耶 嗯 谢谢你告诉我 那我可以不要上了吗 他从到底 如果我知道他被骂 嗯 这个部分我会停留更久 嗯 但是在当下你是不是会感觉到 哎 大人是真的跟你有点 我听到一个重点了 老师会停留久一点 对 可是我们很急 在急啊 我们很急的要马上处理掉 快一点啊 或者是人家在场上踢 你在干什么你在拔草吗 对 对啊 我们会很想要赶快立刻解决掉那一个冲突 赶快立即马上 可是我觉得没有办法 没办法的 对 没办法 王老师这么多年的经验 跟罗宝宏老师这么多年的经验 都知道在教养这张诗上欲数则不大 对 真的是 对啊 所以我为什么会推荐老师的情绪绘本 因为在这一本情绪绘本里面 我发现除了在帮助家长跟孩子建立连结 这是一个一点点时间的教育 对 没有马上的教育 对 你看从妈妈你还爱我吗 到爸爸我不要踢足球 这两本书里面啊 都在教都在教孩子 爸爸跟妈妈会跟你慢慢的连结 我要你从这里面 我要你从这里面慢慢去感受 我没有要刻意的教你什么 是 是 因为当我要刻意的教你什么的时候 你可能会离我而去 会觉得我跟你的爱很远 是 所以因为那个训练 当然我们都想要教出优秀的孩子 跟练出优秀的孩子 可是当我越想要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孩子会觉得说 你又不是老师 你为什么要教这些 我的期待是你是爸爸 而且还有的就是 在每个人有情绪的时候 当你会感受到另外一个人 一直尝试说服你去做一些 你不想做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自己 不被他所接纳理解 也会感觉到 如果他是爸爸一直叫你去 你可能会感觉到 爸爸一定是觉得我不够好 OK 那就没有归属感 没有价值感 没有安全感 没有归属感 没有价值感 没有安全感 今天要谈的这个安全感 今天六六折 你还不动手埋起来吗 博客来六六折 只有今天 就只有今天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去翻翻看 这些书 这些教养上面的这些童书 那两本书 妈妈你还爱我吗 跟爸爸我不要踢足球 是罗老师最新的著作 我觉得在这两本书里面 后面还有什么 还给大家一个很棒的bonus 后面有这个教养心练习 教养心练习 每一本书里面有十个练习 你只要跟着这十个练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就可以做到像 卢宝宏老师刚才讲的 可以静下来 对 静下来很重要 对 静下来很重要 那我们没有要大家 花很多时间去静下来 我们知道现在的父母很忙 然后他还会常常带着自己 白天的压力 把他带回去家庭里面 对啊 这个真的需要 在3A情绪急救法里面的第一个觉察 自己觉醒之道 没错 这个自己的情绪 现在是在哪一个 我没有觉察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跨过这个门槛 对 但是我觉得大家真的很难跨出第一步 我觉得最困难的 真的就是这个第一步 好 所以我这边特别想要讲一下 就是 我有办一个安定教养心子团 太棒了 是每个礼拜我都有在开的 最重要的就是 追起来追起来 追起来 追起来 台北团 太好了 加上王老师粉丝 only 然后就PO在你的粉丝上面 我这边有很多的爸爸妈妈 我这边有很多爸爸妈妈 有高雄的 高雄的有吗 高雄的 彰化的 高雄的 台南的 都有来 因为我住新竹 不好意思 你看你看我就是把他凹到满 欢迎大家来 保宏老师的那个亲子团 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 在 我觉得是有方法 有方法 除了自己有小孩以外 也有方法去跟孩子对话 跟进行连结 而且很多爸爸妈妈都说 有没有教妈妈的 有没有教爸爸的 等等我说现在就是在教啊 对 在这些童书里面 我们希望你们先读的原因 是因为 你们自己就可以感受到 这里面的爸爸妈妈 是如何跟孩子对话 没错 但你看完以后 不要有罪恶感 就算你一时半刻做不到 我也觉得没有关系 对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目标 我们要开始去想想看 哦 原来这是我们过去不懂的 阿德勒的4CS的连结 而且是做得到的 对是做得到的连结 哇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我们知道这个的话 像还有我们刚才 还没有讨论到的 五六岁啊 不敢尝试 觉得父母不爱他 对 对啊 那我觉得就可以来做一个 很简单的练习啊 你有没有听过 我最讨厌妈妈了 我最讨厌爸爸了 有的话请你来举手 嗯 有吗 Tina 你的小孩有没有讲过 我最讨厌妈妈了 好来 郑小平 你的 郑小平你住新竹 赶快去追他的亲子团啊 对啊 对 欢迎 他明年要看 要开一百团还是两百团 对啊 总不难一天到晚 上台北来跟我直播 但是去追他的亲子团啊 新竹的妈妈 赶快去啊 王老师你的孩子有没有跟你说过讨厌你 有 当然有 我告诉大家 当然有 我也有 当然有 真的 我先讲我的方法 再让卢老师讲 对 我的孩子跟我讲说 我最讨厌爸爸了 好 那我之前这个答案 其实有跟你们讲过 因为他最讨厌的不是你 也不是你的爱 没错 你千万不要走心 不要玻璃心 没错 我就跟他讲说 我知道你最讨厌 我叫你去洗澡 对 我知道你最讨厌 我叫你来吃饭 我知道你最讨厌 我在提醒你时间不够了 我把话接完了以后 孩子点头 而且我自己安定了我的情绪 没错 为什么 因为我有正确的认知 没错 我不要在那个认知里面觉得 我 我回来这样忙得要死 我还去安心班接你 然后我还去 现在下雨的时候 我还帮你送伞 或者是干嘛的 结果我收到的是一句 你讨厌我 对 不要 不要走这条路 对 我自己也是 我常常都跟家长分享的 就是孩子讨厌的 其实真的不是你 而是你施加在他身上 那件事给他的压力 对 所以我的做法也是一样 我讨厌把笔 我儿子有一次跟我这样说 在小时候 你讨厌爸爸一直叫你去洗澡 不能玩玩具 是吗 对 所以你很生气 对不对 是 没得玩玩具 让你很失望是吗 是 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时候 有点难过 对 有没有发现他的情绪 就从很生气慢慢降下来 对 那我做的事情很简单 叫做 用语言说出孩子当下的情绪 没错 那释放了之后我就说 好 那你想要继续玩玩具 对不对 他就说 是 突然间就觉得有希望了 嗯 那你告诉我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要去做什么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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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虽然还是 对 虽然还是很不心甘情愿的 但至少情绪已经先下去 然后我就说 对 是啊 而且爸爸要谢谢你 就算你这么难过 就算你有点生气 就算你有点讨厌爸爸叫你做这件事 你还知道该做什么事情 嗯 然后他就 嗯 所以这个就是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等到他崩溃 嗯 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言语 来去引导他 我觉得最后是孩子得到信任啊 对 就是孩子一直得到信任 然后有一种感觉是 我可以 我也做得到 对 因为孩子在当下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生气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强调的是 他并没有跟你连结 他甚至没有跟自己连结 没错 他甚至没有跟自己连结 他停在情绪下面的时候 我们常常很开玩笑的说理智线断掉 的确是啊 的确是啊 我们常常在看prefrontal跟性能和中间的那个连结的时候 他是断掉的啊 断掉了 所以理智线跟情绪的这一条线的时候 是断掉的时候 谁当家 当然是情绪当家 情绪当家 对啊对啊 在我们大脑研究里面 我常常在讲说 人生下来就会有情绪 所以当然是情绪这件事情是最大的 最后呢 慢慢的有很多很多大脑里面的讯号 来告诉他收敛一点 收敛一点 所以我想要补充一下 刚刚有一个家长问到的就是 你的孩子只要遇到一些事情就一直爆哭啊 然后遇到一些事情就一直大哭大闹 没办法制止 我们也要了解到就是 一个四岁半以下的孩子 其实他的大脑发展还不完全 非常不完全 他需要很多年的经验累积 他才懂得控制情绪 所以孩子遇到事情大哭大闹 其实是因为他的发展过程 还没有足以让他成熟 对啊对啊 能够用语言说出他的感受 甚至能够借由 借由大脑皮层来去调整他的情绪 对 这个大家要注意 不要觉得说 为什么他常常这样 因为他就是不够成熟啊 对对 所以在这里面啊 我觉得正向的连结 正向的教养 跟正向的情绪啊 可以让大脑变得是比较快乐 跟有幸福感的 就在这边 我刚刚有讲到的部分就是 当我告诉孩子 我问孩子 那时间到了该做什么 他就说洗澡 我当下就给他一个认同感 对啊对啊对啊 他得到一个认同感 爸爸觉得你这样很正确 就算你有点情绪 那他就接纳自己情绪 他也知道爸爸接纳了 你还是愿意去做该做的事 其实孩子很大的不安全感 是来自于大人 我必须要这样讲 真的啊 对啊那 我没有说每个爸爸妈妈 做的是完全不对的事情 因为我们刚刚也没有做到 我们刚才讲的3A情绪急救法 里面第一个觉察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 自己觉察到的时候呢 你就不觉得 原来他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你 我常常都会跟家长说 觉察是最重要的 那但是你觉察到 你发现你当下还是忍不住 那就记住这句话 不要在情绪做教养 嗯 不要在情绪的时候做 你宁可那个时候离开 因为我们经验告诉我们 在那个时候做教养 我们肯定伤害了他 也伤害了自己 对对对 嘿啊那 那有妈妈说 记得保隆老师在冯甲大学的演讲 睡前跟孩子说 谢谢三件事 哦 这个不单止在冯甲大学 我连在今年的Ted Talk 对 站在那个最高的舞台上面 我还是讲睡前三件事 因为这个确实能够增加孩子 安全感 归属感 价值感 每天做一定能够增加 这样子他会睡得更好 我发现很多的爸妈妈跟我讲说 孩子晚上睡不着 王老师啊 大人也会睡得更好 也会 对对 我觉得孩子晚上睡不着 然后大人也很 也会很焦虑等等的 因为我们就在一种不安全感里面 我们也会担心 糟糕了 会不会孩子受伤啊 孩子会不会觉得我不爱他 对啊 睡前三件事能够让大家修复关系 大家彼此在连结 你也快乐 他也快乐 睡前抱一下好不好 好 不管他今天犯了什么错 就像这本书一样 就像欣欣的担心一样 等等这样 不管他们在今天犯了什么错 在睡觉之前一定要修复他 一定要 让他有安全感的去睡觉 你也会比较不会那么自责 对不对 你抱着自责 然后去睡觉 然后你都在忏悔 结果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遇到他在那边慢吞吞的时候 你还是要破口大骂 我们一直都在这样一个循环里面 所以看看书 看看书 我们书这些教育的童书啊 就是希望大家从书里面 慢慢的去定下一个目标 没错 我们不要搭定很远的目标 好 你只要一个月做一个改变 没错 像刚才讲的 就是睡前说谢谢 我们能不能在一个月里面练起来呢 还有 当孩子讲说我讨厌爸爸 等我讨厌妈妈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练习到说 我知道你在讨厌我什么事情 对 你能不能转念变成正念 然后呢 去变成这样的一个想法 很棒 一个月就做一个练习好不好 书买起来 一年才一次的六六折 一年才一次的六六折 对啊 只有二四小时哦 不好意思 你们不买我要先去买的好不好 我们下次呢 一定要再欢迎那个 罗宝宏老师来跟我们讲 谢谢 然后大家赶快去参加他的新竹的共学团 罗宝宏的安定教养户外亲子团 是不是你本人啊 即日起已经额满 已经额满了 三月份的集账要出来 是不是你本人 你不要派别人 真的是我本人 还有跟我太太一次 哇 但是一次只有十个名额 名额有限 想要安定的 想要学习更好的教养方式 我等一下直播完以后 我会叫他开一百团 你放心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